欸我走到一隻鮑魚了 你看他 你看他 謝謝 好吃的 油蔥醬 鮑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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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南半球的紐西蘭 有一種又黑又大的鮑魚 黑金鮑 能長到125毫米 口感脆甜 但是 魚如其名 不花你個幾千元台幣 可是吃不到的呢 BB哥哥 大家好 我們是BB哥哥 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到離南極最近的小鎮 辣 今天來挑戰抓黑金鮑 傳說中的黑金鮑 你知道在會上那邊買一隻要多少錢嗎 我不知道 一隻要啊 兩千塊台幣耶 就這樣子一顆這麼大 兩千塊台幣 所以抓一隻賺一隻 接著我們準備好了我們上方寶劍 鮑魚刀 紐西蘭官方製作免費領取 能在不傷害鮑魚的情況下 從石頭上取下它 刀刃附有125毫米卡尺 若鮑魚小魚這個尺寸 將直接觸發刀上禁爆系統 鮑魚行警將追攻刀柄內的GPS 前來制裁你 你 鮑魚行警 也要記得看一下潮汐喔 出發 很大 GOGO 今天的潮汐是12點 中午12點 3 20吧 所以我們現在剛好就是大概在12點20分左右 我們要走進去這片海裡面 聽說是在石頭縫中間 可以找得到鮑魚 所以眼睛要看得很仔細 它就長得跟石頭很像 所以可以注意一下它身上的氣孔 去吧 抓鮑魚的種植蛋蛋就交給你了 趕快 好冷喔 好冰喔 你看這個水其實超級清澈的耶 這個是嗎 這個是嗎 我看我看 這個是嗎 這裡這裡 看有沒有看到 這個 我摸摸看 蠻像的但絕對絕對太小 找下一個找下一個 你看這海帶超級大 好大一片喔 超級巨大耶 哎呦 好厚喔 昆布昆布 他摸起來很像那種熔布的感覺 真的喔 哎聽說海帶附近就會有那個耶 鮑魚耶 好大嚇死了 沒看過這麼大海在那邊 你那個專心找找看 好像海帶附近就會有 你下去多深啊 這麼深啊 石頭旁邊有一顆你摸摸看 看是不是 有一個比較白的有沒有 在石頭旁邊 就你你前下面那邊 不是 對對對那個 那是石頭 哇好難分辨喔 這浪很大 肚子全濕 現在這個地方都找不到鮑魚 而且海浪太大了 然後又很深 所以我們決定要換地方 我們現在換另外一個沙灘旁邊 感覺這邊比較淺一點點 我們來找找看有沒有機會 小心一點喔 你吃飯我怎麼下啊 保健先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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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燈給我 走走走走 有沒有看 這邊應該好一點吧 長在鮑魚上面的東西 鮑魚上面也會長這個粉紅色的東西 喔對啊 可是那不是 我覺得要往前一點 現在水還太淺 而且這也好勒喔 勒勒 看不到 啊因為有沙啦 對啊 有沙 它其實浪也蠻大的 好像還是得出去一點 你看 可是 近海又有點太混濁了 我們剛剛看到有一些人 好像要自由潛水 但是回頭了 喔 終於找到了 POW啊 最多五個 KINA 最多二十五個 喔有機會了 有機會了 哈 哈 快點快點 我們剛剛是不是走錯地方了 我看人家就講這裡啊 笨講 注意看 有人真的是要潛水下去抓 所以我覺得這個點有機會 它是不是有帶魚獵的槍啊 好不好已經抓完了 我問問看 我問問看 快點啊 我不幹 我不幹 你問啊 你是主持人是不是 不是啊 我快點幫我問啦 我不問啦 我不幹 喔 不 你還好嗎 對 我們很好 我們很好 有時候 柔軟的地方是在這裡 哇 深的地方是在這裡 哇 哇 很巨大 可以嗎 可以嗎 所以你會找到它 對 所以你只要確定這個 所以我們需要潛水嗎 啊 對 如果它比較好 對 有時候會比較高 你可能會到達 對 但是今天 你可能會到達 哦 今天是沒有 哦 OK 我會嘗試 哈哈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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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 謝謝 謝謝 哇 哇 看來這邊是要到這裡了 你有辦法吧 我沒辦法 你沒有帶防寒衣可能會冷死啊 對啊 剛問了 剛遇到一個專業Local 他整個是自潛裝備 然後配重 對 然後他說他整個是面鏡下去挖才找到 對 然後他真的很多耶 剛剛那超大隻的 他應該有五隻吧 然後他連腰帶上面都掛了兩三隻 對 超屌 這樣這個有點太深了 他可能說我們現在在這邊 可能要真的要到比較深的地方才找得到 他建議我們到前面那邊一點 想不到 我覺得有點危險耶 正當我們準備換位子時 鮑魚大師竟然直接送了我們一隻鮑魚 謝謝 只要一隻鮑魚 謝謝你 沒問題 不要撞它 你知道怎麼撞它嗎? 沒有 我... 我們之前已經拿了一隻鮑魚 對 太棒了 謝謝 謝謝 你們可以走嗎? 台灣人 台灣人 對 我從香港 香港 我們可以一起拍一下嗎? 謝謝你給我們 謝謝 謝謝 很開心 很好吃 我們努力自己再去抓鮑魚 對 我們就看你們真的有誠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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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看 你會找到他們 很難找到 但你會找到他們 對 如果可以拿到一隻鮑魚 你會找到他們更容易 OK 你只要看到海鮑魚 那是一個好指示 因為有時候 海鮑魚只會發生 對 對 所以你不會看到他們 所以水會這樣 我會看到他們 對 但如果你在海鮑魚 你只會拿到牠 然後移動 或是在那裡 或是在那裡 對 或是在那裡 特別是在那邊 對 對 我們布羅 布羅 布羅 黑金包了 我們來到新地點了 雖然他剛剛送我們一隻 但是我們還是不死心 我們一定要自己親手 抓到鮑魚 對 我一定要走啊 抓到 好 下去看看 哇 這爛很可怕耶 我覺得好危險喔 好像一定要潛水才有辦法 你們在找到能力嗎 你們在找到能力嗎 對 真的嗎 對 他們不會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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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會在那裡 那裡很深 3-4米 3-4米 哇 滿足夠的 你們有在那裡嗎 沒有 我沒有在那裡 我們有在那裡 水太濁了 而且大部分要找到的話 都要到 3-4米 都要到外面3-4米台下 沒關係 我們找找看 看我們的運氣好不好 欸 欸 寶寶也 快點快點 哪裡哪裡哪裡 哇 哇 鮑魚 怎麼挖 自我挖 好啦 其實這就是剛剛那個 好心人給我們的 黑金鮑魚 現在來示範一下 如果真的找到鮑魚 要怎麼把它翹起來 完了 我好像也翹不起來耶 它吸得好緊喔 呃 鮑魚它在沒有遇到危險的時候 其實它會比較鬆 它跟石頭中間的縫隙會比較大 然後你用一般這種塑膠的鮑魚刀進去 很快就可以翹起來 但是 但是 以我的經驗啊 就我們上次抓的經驗 當鮑魚一發現危險的時候 它會立馬馬上吸住石頭 所以那時候你就會變得很難抓 完蛋了 我根本挖不起來 欸 你快點看 我們要接它的黑金鮑的真面目 哇 好害羞喔 窺探鮑魚的底部 它好像沒有水就快要吸不住了耶 真的嗎 你看它在動 好害羞喔 這平常看不到的畫面喔 珍貴畫面 對啊 看這個上面還有海草 真的耶 它卡到草了感覺很痛 都會吧 跟平常卡到毛一樣 都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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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 我們現在這個玻璃平面太平整了 它整個都可以吸 它現在整個 整個吸石石 欸 起來了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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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們來到今天的住宿地方啦 這個是公共空間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是睡車上 今天只要一晚 兩個人30塊錢 然後這個公共區域就是可以用 還有廚房 我待會給你們看一下 我們待會就是要在廚房處理我們的黑金鮑魚喔 洗包包 要洗乾淨喔 還好吃喔 我們現在回到我們的營地 要來練為我們的鮑魚啦 黑金鮑 教你一個方法 將鮑魚放在砧板上 感謝大海賜予我們鮑魚大姐 剛剛找到朋友們要一起吃撒西米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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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歡迎 你也可以試試 對 你喜歡吃的嗎 好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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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對 要來試試這個鮑魚 其實沒什麼味道 海味很重 就是海洋的味道 脆脆的 其實蠻好吃的 但我覺得要加一點芥末 我可能覺得要沾點醬油會比較好吃 對 今天要做的鮑魚就是 油蔥醬鮑鮑魚 油蔥醬汁鮑魚 20秒了20秒了 要拿起來了 要拿起來了 現在試試看看 剛起鍋的20秒 白開水汆燙鮑魚 好吃嗎 它口感超好 真的 就是不會像上次有點 很硬 沒辦法嚼 嗯 但我覺得還是 海味蠻重的 但是甜 真的甜 好吃 比撒西米好吃 嗯 我比較喜歡這個 它其實有花絲的感覺 嗯 還是Tout 2之類的 很脆 濕濕醬的油 直接 淋上去 有沒有 這樣子 直接淋上去之後 下去 哇 然後再來就是淋一些醬油 好吃的 油蔥醬 鮑魚就好了 哇 好脆喔 嗯 很好吃耶 可是 吃不到鮑魚的味道 是什麼 整盤都是鮑魚 怎麼吃不到鮑魚的味道 蔥吃太多了 我再單吃一個好了 這樣子處理之後 就完全沒有腥味 然後可以吃到 鮑魚很脆很甜的味道 然後 口感真的很好 它是脆彈脆彈 而且我覺得這個厚把度很剛好耶 比上次切的那樣子還好吃 所以一把好刀很重要耶 很好吃耶 好吃好吃 剛剛把生菜再配這個鮑魚 還有這個醬汁啊 又是一個新的口感 因為你淋油下去 難免會覺得有點油 然後配這個生菜之後 整個清爽度大聲耶 我嘴巴還好 然後掛一隻醬汁 好吃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的話 按讚訂閱 也可以去看我們其他影片喔 掰掰 鮑魚 鮑魚